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今天两位骨骼代表 就着近日连串的骨折事件 没有好好保护市主 有一些回应 接着就是记者的提问环节 请大家留意 大家好 我是骨骨 我似着自己是身体上最长最粗的骨 谁知道 不停撞一撞就骨折了 我是一条坏了的骨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家好 我是脊椎 我以为自己又硬正 又有弹性 想着有三十三块一起撑住 实无死吧 谁知道三十三层原来真的是恐松化 说乱就乱 搞到他驼背 真是很对不起 我有事问 我有两个问题 事主平时明明经常都喝猪骨汤耳形补形补形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是否你们自己不接受 还是什么原因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 事主经常都经常喝高盖奶和保健产品 是否你们吸收不到而弄到事主骨折呢 不如等我回答吧 不如等我回答吧 请问这位是 我是骨汁疏松学会黄士雄医生 骨汁疏松是一些慢性的长期病患 人体的骨会慢慢流失了 影响了长者和增年期的腐累 造成很多不同的骨折 单纯食丐片是不会防止骨汁疏松的 猪骨汤当然是不足够的 我们要有足够的运动 例如跑步、太极、跳舞 这些都是很健康的运动 另外有些谋误 就是市民以为骨汁疏松是无法医治的 其实骨汁疏松的病患者 都可以透过适当的治疗 是医好了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合适的西查 好 看看其他的传媒朋友有没有提问 好 这位是 我是民建联府女事务委员会主席 我听到你们的诉求 所以我都会要求政府 尽快为50岁以上的女性 和65岁以上的男性 提供免费的骨汁密度西查服务 以及政府都应该加强宣传教育的工作 例如在社区里面举办一些教育的讲座 工作坊等这些社区活动 加强大众市民对骨汁疏松的认知